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幻距 多元放宽露天用餐 如何要求戴口罩 從今天開始 南灣Santa Clara院 已經可以重開餐館的露天用餐 和店內購物還有其他商業活動 當然就算是出去吃飯 也要遵守社交距離的規定 和佩戴口罩借染口備 這樣有什麼具體的規定呢? 現在規定要同住的一家人 而且要少於六個人才可以一起坐 不就座的時候 或不是吃飯喝水的時候 就要借戴口備 同時要打電話預約 對於重開的餐廳也有要求 要加強清潔和消毒 不過就沒有硬性規定要提供一次性的餐具 只要確保餐具得到徹底的消毒 而且在每圍新的客人就座之前 也要清潔一次用餐區 Santa Clara院的家居被疫令3月16日開始生效 直到今天開始先放鬆 混在零售業店內購物 餐館戶外用餐 和小型的非接觸性服務行業 包括家居清潔和策異等重開 托兒服務和暑期班也放寬了 只要限制在12名兒童以下 宗教和文化聚會等 可以在身外 也可以限制在25人以下的室內舉行 從明天星期六開始 聖馬雕院也同樣放寬了餐館露天用餐 要求和Santa Clara院相同 但同時也放鬆了戶外休閒活動 例如溝火邊和包船釣魚 只要保持六呎距離 就可以由多個家庭共享 阿拉米達院將會從下星期一開始 開放不需要個人接觸的寵物美容等商業 和托兒服務還有圖書館 更加提出了社交圈概念 也就是說只要幾個家庭 在12人或以下 都可以一起進行戶外活動 不過建議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 同時一個社交圈至少保持三個星期 每次集體活動只可以一個社交圈進行 不過原來沒有放寬其他商業 天下衛視記者 蘭麗娜報導